同樣火爆的場面發生在新北石定區五路財神廟 當地是香火鼎盛的 但是日前卻爆發了真纏的糾紛 臭廟的許姓住持 他指控現任的田姓主委 還有一名自稱財神廟前公關執行長的秦姓男子 被這兩個人叫唆黑到暴力恐嚇 在車上裝GPS追蹤器 但對此主委是反控對方說謊 全部都是子虛烏勇 刑事局警方進入調查之後 將主委上扣帶回 並查扣上億財產偵辦 但檢察官罕見的裁定吳寶請回 辦公室內多名男子圍坐一圈 語氣激動的在喬事情 一旁順著還有黑衣男 他們自稱是四海幫成員 揚言要對來談事情的男子不客氣 主動約我到這個石定五路財神廟 談他跟徐老師的一些廟場的問題 我遇上去整間廟宇都是黑衣人 原來相互鼎盛的石定五路財神廟爆發 整場糾紛 開山的許姓助詞指控田信主委 找黑道威脅恐嚇 他找黑道來還多恐嚇 莊小姐裝秘書都有 我們都有錄音了 錢收他兒子收 出帳他兒子出 收剩下的 我只是一個主委可以蓋這個章 那請問 怎麼會變成是軟禁 是我被軟禁吧 我的錢包都被軟禁 秦信男子指控112年6月以及8月 田信主委都找了黑道來恐嚇他 後續甚至還發現 他們在自己的車上裝了GPS 追蹤器讓他相當驚恐 他說他要做木工 沒有工作 我說OK就讓你來 是這樣情形來的 所以他哪裡什麼 又自認為他是什麼GPS 誰去管他 他來就給我借了一百萬 真產糾紛 延收到今年1月31號晚上7點多 情形男子位在北偷的辦公室 遭到不明人事打破玻璃 就怕再有意外 他也立刻報警 事後刑事局警方介入調查 並將田信主委上銬 帶回正辦 你想想一個被誣陷的 又在做廟禮的 又在做公益的 你說會不會變成心裡很難受 警方大動作查扣田信主委 上譯財產偵辦 檢察官卻罕見裁定 無保請回 整齊案件疑點重重 恐怕這場裁神廟 真產糾紛還未完待續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 賀斯文財產偵辦公室 中文財產偵辦公室